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6月22日,丹麥大胜俄罗斯晋级 星期周二凌晨,2020欧洲国家杯比祖末轮同时打响 其中一场为俄罗斯对阵丹麥 上半场,达姆斯加特世界波远射破门 下半场,尤索夫-保尔臣为丹麥抗大领先优势 迪斯约巴十二马攀回一城,随后基斯顿晨 同美以利相计破门,最终丹麥四比一击败俄罗斯 B组小组赛全部踢完,丹麥排名小组第二晋级十六强 将对阵威尔斯,俄罗斯即三分排名小组第三 上半场开始,九分钟,丹麥开出右路角球至禁区内 基斯顿晨后点头球异传,球证哨声响起 潘伐由索夫-保尔臣拼抢时半人反规 十八分钟,俄罗斯打出一次快速反击 戈洛云中场大波向前,连续摆脱丹麥球员后突入禁区内 起脚打门,个波被门将书米高撲出 二十八分钟,古达耶索夫中场拼抢时撞到华斯,被球证出是一张黄牌 二十九分钟,赫尔比格禁区外围拿球,烫左两步后起脚软射,个波稍稍偏出立柱出了底线 三十四分钟,戈洛云禁区湖顶接应队友的回敲,横向趟两步后起脚抽射打高 三十八分钟,达姆斯加特禁区正前缘接应队友的斜传,仿开角度后起脚都射 个波闯入左右上角网窝,丹麥一比零领先 四十一分钟,丹麥开出右路角球至禁区内,维斯达加特后点头取攻门 个波偏出远側立柱,踢完半场,丹麥暂时一比零领先俄罗斯 换边再战,五十六分钟,丹麥打出一次快速反击 由索夫-保尔臣前前场阻路拿球,稍作调整后起脚软射 个波被防守球员挡出 五十九分钟,俄罗斯球员后场回传给门将时出现失误 直接将个波传给尤索夫-保尔臣,尤索夫-保尔臣禁区内 少纳大礼,顺势起脚推射破门,丹麥二比零继续领先俄罗斯 七十分钟,苏保利夫禁区内背新拿球,随后转身被维斯达加特放倒在地 球证指向十二码点,俄罗斯获得十二码机会,迪斯约巴主罚命中,俄罗斯攀回一成 丹麥对俄罗斯的比分去到二比一 七十四分钟,丹麥开出了路角球自禁区内,沙科夫没将个波球打远 禁区内一片混战,丹麥球员起脚射门被挡出 七十八分钟,丹麥开出有路角球自禁区内,基斯顿神中路头随攻门,个波被沙科夫撲出 七十九分钟,丹麥禁区内连续射门,个波被俄罗斯球员挡出,基斯顿神禁区外围形球抽射破门,丹麥三比一领先俄罗斯 八十二分钟,丹麥打出一次快速反击,美尼利前场大波突破到禁区前缘,随后内切调整了两步后起脚射破门,丹麥四比一摇摇领先俄罗斯 全场比赛结束,最终丹麥四比一大胜俄罗斯以小组第二出线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,和赞我们的专页 M食博提供轻超二甲八甲NBA等赛赛足球篮球赛事的食博服务 立即效尽M食博,随时随地看好球